大家好 歡迎收看ET才智Talk 坐在身邊有丁sir 丁sir 你好 你好 Daddy 真好 見到你 幾好溫暖的笑容 好像半年沒見 真的 不過這半年 投資市場經歷了相當大的風浪 不過也好 因為我一直都有緊貼著你的群組 所以跟著你炒商品市場今年來 你都帶血我 可以避過了幾劫 不過現在似乎投資市場說的一件事 那個劫就是 商品市場升得太厲害 本身未有貨的 就會覺得 真是沒有貨 是一個大劫 是不是 跑輸大肆 但如果對於一些 真是拿重貨的人 又會想 這個時候會不會真的已經升得過急 我們簡單回顧一下 因為商品市場的升勢 過去幾個月就明顯是誇張的 低位反彈幾成的了 很誇張 原油 看到有些銅 鐵礦石那些 其實都是這幾個星期的討論焦點 其實炒經濟復甦 疫苗那些因素 真的反映了多少呢 可以炒得這麼誇張 商品 尤其是11月初 過去這五六個星期的升勢 其實是跟這個疫苗 明年年中開始V型反彈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藉口是這樣嗎 有 每一類商品都有不同的升市 推動的原因 你知道 我也做了商品二十幾年 都看到我爭吵了頭 然後 當然有一隻我們今天沒有退休 我想帶出來說 這個商品市場可以升得多誇張 或者多畸形 其實在美國年中的時候 有一個木材期貨 就升到超過一倍 原因就是當時美國疫情有第二波 那些人都在家裡嗎 不是 第二波 當時你可以半年前 你看到美國的新樓銜售 燃樓銷售 什麼樓花 就是Pending Home Sales 全部都很誇張 原來那些人在紐約市 或者大的城市 就買了一層樓 就搬去那些鄉家 小的城市 令到新屋動工很誇張 新屋木材期貨就是供不應求 所以疫情竟然造就了 某一些商量的大行業 是的 造就了某一些大行業 木材期貨我做了很多年 都十年以上未見到它這樣升 當時我都聽過那些說法 就算不是特別在別處買樓 是自己在家裡 都重新裝修自己的家裡 沒有東西做 所以亦都令到那些電鑽那些 是很好賣的 上Home Depot 那一陣子也有這些消息大動 不過我們常常看商品市場的關係 我們經常都會說 這一陣子就是炒出明年的經濟V型反彈 市就是提早反映 所以有一些經濟敏感特別厲害的 例如那些銅 鐵桿石那些 就是被這些炒起了 我們把整個投資市場的關係 就是究竟Risk Off和Risk On Risk Off和Risk On 其實對於這個商品市場 接下來的那個趨勢的走向 其實有沒有得摸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譬如 拼過股市關係 債市關係 和商品的關係 做了二十幾年的新聞 一個字答你 是沒有關係的 沒有關係 真的 木材棋 我剛才只是冰山一角 你那個穀物類 有色類 黑色類 能源類 今天講這四大類 很簡單講一講 完全是和風險偉納或者避險 是真的沒有關係的 譬如好像很簡單 那些大豆升得很厲害 那些人又說 是年中 又六七八月那三個月 中國入口美國的大豆是多了 但是真正推動大豆升到 十二元一個普適二 即一坡 是因為南美那時候 在八九十月的天氣都很乾旱 影響收成 即是說中國就算在美國不入口大豆 在巴西、阿根廷 因為第二、第三入口國 都會不夠貨供應 所以令到大豆很誇張 就是由十元升到十二元 是升到20% 短短的一個月不夠 所以和這個Risk On Risk Offer 又沒有關係 那你說大豆的需求在中國 是不是一個剛需求 那我可以納入說是 但是就並不足以帶動到十二元 因為我入行的時候已經下單 第一張晚上 第二張不是第一張 第一張是豬腩肉期貨 豬腩肉期貨 第二張是大豆 那時候的大豆 都說的是十元而已 我說的是三十幾年前 你看現在都是說的是十一個多 是 還有拿著美國農業報的報告來炒 但是它的預期控制得好 其實就令到大家長炒長油 是的 所以有關農產品那些 千萬不要占銷 到現在 第二 好像剛才Debbie也說的是銅 今年其實很多商品整體來說 不算原油 原油是最壞的一隻 是的 都跌兩成多 跌了 其實整體來說都是跌兩成至兩成 升兩成至兩成半 包括銅 銅是另外一個故事 是嗎 因為你見Tesla都升到 或者曾經未來的那些都升到很誇張 環保概念 六倍十二倍這樣升 就是說那個鋰電池裏面 因為銅的需求 每個鋰電池需要多六十公斤的銅 是 總共好像超過八十公斤 是的 銅業會那些說 八十至八十六公斤不等 不同的氣 令到銅需求在未來 什麼2022年至2023年 未來十二年 每年需求 還增加不知幾千萬噸 那我就 立即令銅價由低位反彈幾乎 是的 這個銅 過往我做了幾十年 銅箔石 因為中國的宏觀經濟的一個 就是市金石 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其實如果論誇張 我想銅面所見 剛才見到 就升得最厲害的 基本上今年就沒有去到銅價 就是銅價之前 我們一直都覺得很吸引眼球 但是這幾天最多人說 真的是鐵礦石 絕對稱得上是今年商品之王 是吧 到今早早依然是破頂的 是吧 在新加坡那邊 正在銅價的合約 大概都是七、八年的高位 但是在大連期貨交易所 正在銅價的那個 其實今早早已經差不多 還有一步 就拿到一千元 丁sir 這個很誇張 因為如果我們正在大連期貨交易所 那個合約 三月低位反彈成七成 這個還不是炒經濟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 當然一定有那些 巴西、澳洲等等 那些出口的因素影響 其實很簡單鐵礦石 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各位或者Debbie 都應該記得 其實這個 除了中美關係 我一向都很留意中澳關係 早在四、五個月之前 開始有 先後有不同的澳洲商品 給中國海關留難 是吧 應該都到現在 目前為止超過12個商品 最近紅酒 紅酒 雖然我不是很喜歡有澳洲紅酒 最近我的朋友說 不如快點喝多點 是吧 就是你這個心態了 所以在上個月 由於11月初開始 國內那些 鋼鐵生產商 那些全部都說 這樣搞法會不會 因為上個禮拜 中國才把澳洲的紅酒 關稅可以提高到200%那麼高 兩倍 那些人就擔心 上個月初已經擔心 會不會澳洲進來的鐵礦石 又會有幾十個巴仙至100個巴仙 因為曾經存過100個巴仙 因為曾經存過100個巴仙 關稅 因為澳洲那些鐵礦石 運費關係便宜過巴西 淡水河谷很多 那你加了100個巴仙 關稅 只不過是高過淡水河谷少少 所以有這個最大的擔憂 令到很多國內的人 不斷炒高鐵礦石 其實除了澳洲和中國的關係 其實事實上 因為我們看鐵礦石的出口最大的 就是一個澳洲一個巴西 如果去中國 其實兩個最大的出口地方 都因應疫情 過去幾個月 其實出口量是跌了很多 而且我留意到 例如巴西淡水河谷 亦都下調了明年出貨的目標 立即令到人感到緊張 如果中國經濟真是一枝箭 好像最近看PMI 這樣可能是不夠用的 那這些因素 又是否有啟示性或者成立呢 部分我同意的 我經常都講 中國經濟確實 在我一年中已經講的 是全世界最好 亦都是整個亞太區 唯一正增長 和越南唯一正增長的兩個國家 它不僅是PMI 它那些所謂的出口 集裝商 價運指數那些 已經去到紀錄新高 是的 即是證明 特朗普過去 打了兩三年的貿易戰 對中國來說 完全是絲毫無損 不得只 還間接受為 不過這個故事就太長了 所以說了這麼久 中國的經濟是好 但是是否足以令到鐵礦石 因為其實你 如果做商品 大家都知道 全球自然 基本上虎十街市 最多就是鐵 是 即是基本上你 到處 你在花崗岩拿一塊 花崗岩出來 裡面都有鐵 不過它的百分比很少 現在我們 所稱大連 或者全球 或者新加坡做的鐵礦石 就說一燈鐵裡面有12%是鐵的 鐵礦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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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鐵礦石 除了說中澳關係 怕會有關係 到現在都沒有 剛剛好像這兩天 國內很多媒體在講 包括我們WeTrade都高 國內WeTrade都高 應該中國對澳洲出口的鐵礦石 應該暫時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是的 我也看到這個消息 是的 我也看到WeTrade都高 為什麼不會採取 因為實在需求太大 但是價錢都不是很下 好像都真是頂到行 那還有沒有得炒呢 鐵礦石我真的不敢說 不敢叫人 不敢讓人發達 但是都要小心點 真的要小心點 但是我想說 中國的基本面是很好 但是很簡單 你看鐵礦相關的板塊 就是那些股票板塊 你就知道了 好像澳洲或者淡水航局的股價 或者國內那些什麼鐵 什麼馬鞍鋼 你看看有沒有升過 沒有升過 淡水航局也是勉強 剛剛上一月開始 才叫它彈上來 因為它已經是 出口問題了很多個月了 是剛剛這兩個月才叫它 解決了疫情的關係 澳洲最大的鐵礦石 在西澳出口 叫Headland 曾經有很多問題 又是令到出口有很多阻滯 那這些種種因素加起來 就令到鐵礦石 這樣升了五成 所以這個是一個 美麗的誤會 來的 美麗的誤會 是吧 不過我看到最近多人 找一些反向的因素 去叫大家下車 例如說內地鐵礦石的進口 經過過去半年至少 一直增加 其實庫存已經去到相當高的位置 接著第二 就是小心炒家 最重要是看政策風險 因為明顯看到 譬如大連商品交易所 是不停發警示 要大家小心一點的風險 怕會禁 你覺得這些以你的經驗之談 是一些絕對重要的 要留意的信號 跟Debbie做節目 真的永遠有一個好處 怎樣 我做了很多功課 還有說了我心裏想說的東西 沒錯了 Debbie問得好 內地很多市場 包括股市商品 什麼都好 樓市 國家今天又再說了 房主不炒 Anyway 說回鐵礦石 確實是的 其實兩個星期前 也有一宗類似的新聞 又順帶一提 就是國內幾間大銀行 都停止了貴金屬的交易 甚至新開戶 又說風險太大 我當時跌了 因為金銀那些 其實就是整個商品市場裡面 風險最小的 它竟然說特大風險要停 是的 鐵礦石這些怎麼辦呢 所以Debbie問得好 是確實 當國家留意到 某一個商品 或者一個資產 升得快或者跌得快 它都會推出相反的政策 去制衡那個聲勢 所以我覺得 確實會有這樣 鐵礦石很多年來 都沒有升得那麼快 是的 而且鐵礦石有一個很特性 就是除了中國之外 或者澳洲有三間 就是必和必托力托 以及一個叫做 Forteskill Forteskill Forteskill才是出口 去中國最大的 最多嗎 最多的 它的股價今年都升超過一倍 但是你留意一下 力托和必和必托 今年股價的升勢 只有十幾二十個巴仙 真的追不到那個 是的 所以你要留意到 咦 為什麼鐵礦石升得那麼多 必和必托力托的股價升得那麼少 其實背後你會看到 留意到很多其他板塊 或者是前景的因素 確實不是好像表面上那麼美好 那麼美好 不過有時候 鋼鐵股要小心炒 因為大家也知道 他們的成本其實都在 如果鐵礦石貴 其實他們的成本 可能也會拉高 這個要小心一點 沒錯 不過剛才丁Sir也提到 另一種資產 最近比較多人談 亦都不停討論 究竟是否低位已經見到 可以買回來的 黃金一定要說 對不對 我覺得今年來 你最戲劇性的商品 絕對稱得上黃金 因為我看一看 三月的時候 一度就回十幾個巴仙 是不是 落到1450元左右的位 然後彈 一直彈到八月 八月摸了高位 大概2075左右 彈了四成幾 然後又墜落 落到11月低位1764 為什麼說 丁Sir大欠我 避開了很多劫 你的位置是非常準確的 我真的覺得 現在 真的 下一步了 最近我看到投資者 在ETF那裡 是減倉 不停減倉 好像很害怕 你覺得似是 差不多企穩 或者我分幾柱 可以開始入沒有 如果你說分幾柱 我就不反對 就是你現在 這個位置 你開始入第一柱 我又不反對 但是如果是炒期貨 有槓桿那些 或者做那些 accumulator那些 就是我勸各位 因為有人問我 可不可以做金的 accumulator 你知道低於某個位置 它是不停接貨的 是嗎 但是給多少利利 你騙你的 Anyway 確實 這個金上個星期 又彈得比我 想像中是快了 但是我真的碰到一個 黃金比率 就是我過去幾個月 都有提過 1765元 他就 1763元 真的去到那個位置 突突欠 突突欠 但是我唯一不喜歡 就是彈得太快 我經常都說 阿婆走得快 一定有古怪 為什麼這麼說呢 第一 你可以看看 香港有上市的兩隻金礦股 招金和山東黃金 過去的一個多月有沒有升過 沒有 山東黃金 也是由手外變成次外 變成阿爾 因為它在年初收購 外國的金礦股 成本太高 這個不說 你留意一下 年全球最大的Barrick Gold 在基本上 過去這兩三個月 也沒有跟著金這樣升上去 所以你看到整個金礦股板塊 不單止是美國加拿大 澳洲 南非 甚至南美洲 我看過很多不同的金礦股 那三十多隻 除了一兩隻是很小的 那些仍然有升勢 叫做跑贏 其他大的傳媒已經是更累 好像我那樣累 不是啊 你還可以嗎 先看看金價 你剛才說的一些位置塌塌陷 你那些黃金比落 其實我們都立即做了圖給大家參加 如果有興趣 就留下它 上次下到1763 即是回調幅度50% 但丁Sir最近真的彈到差不多 回調38.2%的位置 又好像頂著頂著 不能夠瀟灑地再上 會不會再要下視低跌 我不知道 有些旁邊有些人跟我說 看看會不會穿千七 你有沒有那麼淡 穿千七 我反而不敢說 沒有這樣的機會 真的有這樣的可能 因為第一 過這三個月 我持續叫朋友 不要入金 不要追著 因為你看金價現在是1840 左右 33元左右 好 你是用美元計 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在歐洲 你在澳洲 你又用歐元計 用澳元計 還在下跌 雖然這個星期都有彈 但升勢就沒有好像對美金彈得那麼多 最重要的就是它對 所有其他資產 即Debit都有做功課的 什麼金銅比 金銀比 金銀比 金油比 用不同主要貨幣的比 都是下跌的 最新年最弱的白金 都升上去1000元 即是金對白金又跌下去 即是基本上 金除了對美金彈得厲害之外 過這幾個星期 對所有東西都是在下跌的 所以說了這麼久 其實我上個星期已經提過 不要見1763 彈上好像很厲害 它應該還會跌至少去1725 1725 1725 在我來說是我的第一轉 這個周線圖看是很明顯 可以讓大家看看 是的 因為通常 你有時看東西 不要只看日線圖 每個星期六 我都會看周線圖 周線圖就告訴我 1725 才有機會是這個 就是過去兩年的高低位的 第一個黃金秘率 OK 看著1725這些位 1725 通常今年 我經常跟Debbie說 今年是殺瘡 不用說原因 去到1725 就不要閉上眼 可能它會殺瘡 所以Debbie問我 會不會穿千七 就是我怕去到1725 那天就會殺瘡 是的 因為我有留意著 譬如其他指標 例如 那些投資者現在的取態點 因為之前 一直那些沽空瘡 不是很厲害的 我開始看到 有這麼多收斂 但其實如果按 以前的歷史計 我看到上個星期 整體的空瘡 都超過18萬張 差不多19萬張 是挺高的 其實會不會再夾一下 大陰瘡 我有時逆向思維 想想 如果技術上操作 對 但你配合 剛才你也有提過 那些三個星期的黃金ETF 就是一個 record high 剛剛平衡了這個空瘡 所以暫時我看不到夾瘡 而且短期來說 我覺得未匯指數已經跌足 上禮拜年開始和粉絲 在研究未匯指數 當然很明顯跌破90 就去到88 但我覺得它是不會跌破90 因為我看到 因為今年美匯指數 其實不是跌很多 跌6% 但是東南亞貨幣 才升得誇張 很誇張 我看到很多東南亞貨幣 在上個星期開始 在不同的指標 通常我很少看不同的技術指標 就是去到很誇張 當年RSI都去到20 我接著會看其他MACD MOMENTUM等等 都配合很誇張 我剛剛還想著 你知我包含有項 你美金下跌 但是你都說 美金可能短線反彈 你現在已經收了我口 我本來想說 美金是否繼續下跌 會支持到金價 第二就是市場 最人說了一件事 是炒一個通脹交易 因為我想大家知道 明年的大主題都是環球QE 剛才臨造節目 就說全英倫銀行12月再減息 很快負利率 這個你已經猜的 歐洲加美國 不止QE 還在財政刺激政策會出爐 現在通脹預期 如果大家看看美國的 Break Even Rate 我無論看2年至30年 全部是秋升 去到18個月高位 如果黃金而傳統智慧 是用來對抗通脹 我們用實質利率 拍到黃金去計算 其實可能真的 對金有些支持 會不會 有兩千塊錢 Debbie說的 完全是令到我沒得搏 但現實來說 不要忘記 實質利率 中長線來說 其實是對金價不利的 因為實質利率是上升的 跟過往 我十幾二十年做過 故事有點不一樣 因為始終我還很記得 巴菲特在八年前 還是九年前 講過一句說話 巴菲特今年都入了Barrot Gold 是的 但他入很少 記住 是入很少 等於我在負身家 拿一百元出來 Anyway 巴菲特說過什麼呢 八年前就說全世界的吸金 把藍球場都擠得了 工業量有限 他的意思不是這樣 是嗎 就是說全球的人 個個都在炒 他是對這個黃金大 很有一個警示 頭不上任票的 是的 頭不上任票 你炒什麼 挖來挖去 一個藍牙全監 你炒什麼 還有不要忘記 今天的最大的敵人 始終就是他的機會成本 雖然而求 歐洲負利率 美國又差不多零 英倫銀行 澳洲相對未來來說 又會負利率 持有黃金的成本 應該就是零 甚至是有利 但好像Debbie剛才說 歐美繼續QE 甚至財政政策出台 就是說很多資產價格 很少股市 你留意一下 美股其實今年升得很少 14-15% S&P 但是亞洲很多股市 今年升得好的 所以其實 講了這麼久 這個金 無論你用什麼指標去衡量 都還是落後的 落後必然有落後的原因 就不要太憧憬 什麼財政政策 什麼通脹升溫 因為我看著Tips 我又不覺得有什麼通脹 是的 我們平時有很多用的東西 運費等等 那些貴了很多 是的 但是也有很多東西便宜了 資產價格通脹 只可以 是的 所以講了這麼久 就不會因為這個 所謂QE 或者這個財政刺激政策 而令到明年的通脹升溫 我是不買這一套 那也沒有辦法 我真的不買這一套 但是始終要看通脹 是不是真的來 因為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是不是 因為我問一個問題 我看到實質利率 負利率出現多一點 最近 所以如果 遲回之前 我們黃金價格的升勢 如果大家都是暢話 實質負利率加大 而刺激黃金 這次又會不會複製呢 這是一個大問號 是的 都要看看接下來的通脹是否回來 好了 跟阿丁Sir談了這麼久 黃金 大家要記住 遲些都要買的 不過暫時還未到位 是不是 應該還未到位 好 不要心急著 那你忠哥一句 明年的商品市場 最近有沒有作一些對聯 又或者金具醒大家 大宗商品 升市 就要等 我做了大宗商品這麼久 千萬不要飛身撲進去 通常都是陷阱的 好像這次的大豆 我相信在周線圖來說 12元是一個重要的位置 原油來說 煲油去了50元 這個WT1樓的騎油 去了46元附近 這兩個也是一個 在原油周線圖來說 比較重要的阻力位 那你留意一下 現在唯一我比較看不通是銅 OK 是不是真的電動車的 鋰電池的需求可以令到這麼大呢 反而唯一 那麼多大宗商品 唯一一個銅 我暫時不敢看淡 好 大宗商品 升市要等 是的 好 希望大家都收到 今天謝謝丁sir 下次再談 好嗎 拜拜